看着两人卖力的表演 大毒消速差很心动 他非常欣赏这样有勇有谋的人 所以在知道骨仔的大哥被抓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骨仔 将他收入麾下 而骨仔也没有让他失望 刚喝完酒的速差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为了保护速差 骨仔直接撞死了杀手 手下阿诚也替他挡了一枪 很快三人就成了过命的好兄弟 这天在进行一场毒品交易时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可他们刚准备离开 就被警察围了起来 速差怎么都不会想到骨仔竟是握能 虽然司机启动了车子 但刚起步就被当场击毙 车子静止撞向了警车 骨仔因为巨大的惯性被甩了出去 随后一个翻身返回了警察的队伍 阿诚立刻带着大部队赶过来 一场警匪大战正式开始 速差也趁此机会翻出车窗逃跑 可阿诚身中数枪生死未复 为了救出阿诚 速差引爆了提前准备好的炸弹 虽然阿诚被救了 但他伤势实在太重 尽管已经取出了子弹 可不做手术的话还是很危险 医生建议把他丢到医院门口 医院肯定不会见死不久 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不是大街上 是医院的门口 医院门口不是大街上 可以想到阿诚就算被医院救了 也得被警察带走 于是他冒险带着阿诚一起 坐上了前往金三角的门口 可他却不知道 阿诚其实也是警方的卧底 很快他找到了曾经的好兄弟迷茫 本就伤势严重的阿诚 再经过长途奔波 整个伤口都已感染溃难 想要保命的话 必须截肢 可阿诚一听到要截肢立马激动了起来 休息了几天后 不甘平庸的素插盯上了这里最大的司令 当地的毒品生意全都被他罗断 并且手下还有一支近千人的武装部队 可素插却是丝毫不索 他仅有的几把手枪根本不够砍 所以他趁着军阀攻打隔壁村寨的时候 趁乱强点军火回来 在炮火的掩护下 他们就这样不费一兵一组 就得到了大量武器装备补给 第二天 先在车队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 拔掉隐性 随后躲在一旁埋伏 在车队经过时直接引爆了地雷 利用高打低的优势迅速压制对面 身为警察的阿诚洋装开枪 可敌人的炮火却是毫不留情 这次他不再留手 很快反抗的毒贩全被击毙 可素插却并没有带着毒品逃走 而是来到了毒箱的大坊 随后单枪匹马地见毒箱 你截了我的货 又还给我 真有趣 总司令 我在香港进口的都是您的货 因为出了事故 现在不能在香港做生意 所以跑到这里来 我要告诉您的是 那些燕邦都是乌合之众 保护不了您的货 您必须找有能力的人来押运 今天 我是来应聘的 素插过人的胆识得到了司令的赏识 把这条运毒线全权交给了他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只是想带着兄弟们多赚点钱 阿诚想起素插平日对自己真是有情有义 把我的兄弟扔在大街上 不是大街上 是依然的门口 我们带比利息走 素插在这 哪个够打中你 我棒棒棒棒棒棒 此刻阿诚的心意好像也有所动用 之后的一段日子 兄弟们的生活都过得很滋润 阿诚也和村子里的小诺打了火 在带小诺去镇上游玩的时候 趁机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他 远在国内的骨仔 接下来的日子有条不紊的进行 可没想到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在运毒过程中被人挡住 素插独自过去谈判 我个外面三个人 素插假装回车上拿钱 眼见对方呼叫支援 阿诚赶紧开车冲破路障 带着素插等人离开这里 没想到突然边上冲出三辆警车 阿诚掩护素插等人离开 而他自己则被当地警方抓住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阿诚只能坦白地自己卧底的身份 可他却不知道 逃过一劫的素插联系司令请求帮助 司令也通过军方的关系 又把阿诚放了出来 幸亏总司令在边防部队有人 我给了两万美元的保时金 可就在他们返程时 没想到和骨仔相遇 一场生死时速开启 很快骨仔的车就把他们撞翻 眼见敌众我管 速插等人四散逃跑 阿诚也和骨仔成功会议 可他刚回来就被司令抓住 比利是香港警察你知道吗 不可能 比利在香港曾经帮我挡过子弹 不可能是警察 我年杀错一百 也不能放过一个 迎门停 就在这时 军方的炮火及时赶到 众人被吓得四散奔跑 连番的轰炸 把司令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司令也在最后一刻 多拉了几个垫背的 此时骨仔在确定阿诚位置后 也赶了过来 速插也发现了骨仔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可最终还是骨仔更胜一筹 就在这时 阿诚赶了过来 骨仔此刻也不确定 阿诚是否叛变 直接抓过速插 别离开枪打他 不用管我 开枪 我是警察 听到这话 骨仔才彻底放下心来 而速插却是彻底懵了 你是警察 我的职责是抓你 兄弟 你为了抓我 把我挡子弹 你也救过 我这辈子都会起的 但你贩毒 秦兄弟也没请讲 我不会死的阿诚 我一定跑得了